大家好,咱们今天说说美国人对武统的分析 这个我觉得非常有趣,值得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 美国军事记者大卫艾克斯 他最近在福布斯杂志上撰文指出 说中国侵犯台湾有许多路径 但时间优势都不站在中国这边 如果中国稳稳的守住 如果能稳稳守住澎湖 那么长时间内就可能终结中共武统的意图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你如果台湾能把澎湖守住 澎湖是关键点,能拖住解抗军 这样的话美国就有时间来救台湾 所以这个时间就不站在中共这边 那么艾克斯在福布斯杂志 撰文指出中国侵略台湾的路径相当多 最有可能在西南平原登陆 但因为台湾海峡两岸的防御攻势 让中国此举会吃上很大的亏 因此理论上中国舰队最后有可能指导台湾港口 突击首都台北 不过在台北防御极佳的状况下 从南边进攻 进攻台湾对中国的风险相对起来 显得更低一些 为大家解释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就是美国这个军事专家认为 台北啊 台北其实是什么呢 固若金汤 防御就是一层一道 一层一层一道一道 基本上很难攻进去 大家知道台北那个淡水河 上面那些有的钢铁桥 两边都埋了炸药 如果解放军冲进来 第一道没拦住 框 第二道一炸 上面那铁桥就全沉下去 桥一沉 你什么船都进不来 就把这个淡水河挡住了 所以台北啊 就是防守基本上你冲不进来的 那解放军也知道 是硬骨头 我绕过去 就可能到时候攻台的时候 是南北一起来 北部是阳攻 阳攻 南部是什么呢 南部是真的 从南部打 双管齐下 但是南部最有可能 因为风险最低 那南部啊 咱就提到了这个澎湖 那么埃克斯提到 今年总统大选结束 过后不久啊 中共军方曾不慎泄露 泄露什么呢 泄露军方攻打澎湖军事战略图 以及清楚的入侵路线 埃克斯认为啊 台湾在澎湖岛上这个 不由海军部署的雄风 二行反舰飞弹 和天宫三行地对空飞弹 如果中国不摧毁岛上驻军 绕过澎湖 那舰队两侧将受到飞弹攻击 因此啊 中国别无选择 若要侵略台湾 就得先夺取澎湖 就埃克斯啊 就是美国专家认为啊 如果不夺取澎湖啊 中共舰队的侧翼 对吧 从你这个澎湖过 侧翼会受到飞弹袭击 会把你这些船打掉 因为岛上它部署了 这个雄风二 反舰飞弹 还有天宫三行 地对空飞弹 你飞机也好 船舶也好 都会受到威胁 所以啊 你过台湾海峡之前 大舰队一定要什么 一定要把澎湖拿下 先拿下澎湖 那拿下澎湖啊 就一定要打澎湖 那打澎湖 对中共来说 就会拖住时间 你打澎湖的时候 美军就可以增援 拖住几天 美军就到了 台湾就安全了 这是美军呢 这个埃克斯 他这个主要的观点 但是我呀 我就是算一个军 咱们不说军迷吧 就最简单 一个老百姓我都知道 要想防住这些 地对空导弹 地对舰导弹呢 不一定是一定要 要这个占领 占领澎湖 不一定非得要上岛 占领它 也不一定要攻打澎湖 大家知道啊 现在这个 反舰飞弹也好啊 就这种 地对空也好 地对舰的 它首先啊 得形成一个站位 就是阵地 这个阵地上有很多环节 每一个环节缺了哪一个 这些导弹都发射不出去啊 最简单 它怎么发现那个船 怎么发现你的飞机 雷达 如果雷达阵地被解放军干掉了 雷达被干掉了 对吧 或者是不用干掉你 电磁波干扰 电磁干扰 屏蔽 你变成瞎子 你得岛上再多的什么 熊二 熊三 什么反舰飞弹 天工 找不着目标 跟瞎子一样 你不能拿肉眼去瞄吧 这是我说的 这是一个雷达 那还有呢 你这些阵地 发射阵地 发射车 需不需要阵地 如果没有了阵地呢 没有了阵地呢 什么意思没有了阵地 就把你这阵地都摧毁了呢 我不用登岛 远程的一个这个覆盖 火力覆盖 钻地弹 把你的弹药全部打掉 你怎么发射 咱再说 笨一点办法 派人上岛 特工 看大门的 弹药库看大门的 把这个门一锁 钥匙往海里一愣 是不是 发射不了了吧 没钥匙了 所以有时候吧 就是有时候吧 台湾人和这个美国人的想法 挺有意思啊 你你能对大陆威胁的 你那个岛上 这澎湖岛上呢 唯一的就是这点飞弹吧 这点飞弹还不好处理吗 太容易处理了 我告诉你 解放军的能力都是到强到什么程度 你这些飞弹呢 哎 稳稳的就在这个弹里边啊 在这儿敷着 像弹一样啊 在这儿敷着弹 外面都已经解放了 这些弹呢 还在库里边 我告诉你 能达到这种程度 这些弹呢啊 这些弹一个都坏不了 一个都碰不坏 不用登岛 这是我的观点啊 咱接着说啊 这个艾特斯说啊 中国有实力夺取澎湖 因为啊 中共海军有包含大量编制的两栖舰队 中共海军陆战队空军的轰炸机啊 也不容小觑 但是啊 共军攻打澎湖所花费的每一小时 台湾都能取得时间迅速应对 部署啊 后备部队 美军啊 美国海军也能同时将两至三个航母打击群 转往台湾 美国空军呢 也能有效的重击中共的军队造成负荷 这句话呀 我觉得非常有趣啊 就是 那意思啊 你可以对澎湖进行轰炸 对澎湖进行打击 你首先 你就是那意思 你打台湾之前 你一定要先动澎湖 对吧 你只要动了澎湖 澎湖这边只要有一动静 马上台湾就求援 美国就派航母派飞机过来支援 那每一个小时都是什么 都是对台湾有利 然后美军呢 然后美军呢 就会和解放军在台海地区冲突 大大出手 那我实际上想 现在想 如果美军和台 和解放军在台海地区冲突 会不会打世界大战呢 那最后啊 就不是说战斗机和战斗机打了 你能保证原子弹不如投原子弹吗 没有人能保证吧 是吧 打到最后两个核大国之间 战斗机已经打成那个样子了 这个两个核大国之间 所有的军队都上去了 美军嘛 两个航母战斗群也上去 解放军怎么可能不还击呢 我说 这是不是一个逻辑 台湾你自己想想 美军航母也上来打了 空军飞行员跟解放军空军打的 双方打到都红眼了 对吧 航空母舰可能被解放军什么导弹 什么东方系列给打沉了 美国也杀红了眼了 会不会啊 会不会双方扔原子弹 往哪儿扔啊 你说往哪儿扔啊 是吧 往台湾扔来 这不是战场吗 所以我说啊 这个我不知道这个美国 这个话说完以后 要在台湾这个地区是吧 要跟共军呢 决一死战 我觉得中国啊 为了收复台湾决心 但是我很难想象 美国会不会台湾与中国发生核战争 这个我不敢想象 我也很难理解 美国为什么要跟要为台湾发动核战争 核战争不就是把台湾炸平吗 双方在台湾互扔核弹吗 这是两个都有核武器的 我告诉你 两个核大国之间打来打去 最后说白了 就是战术核武器打完 你以为往中国扔啊 你台湾想多了 往台湾岛上扔 怎么能往中国扔呢 解放军都在台湾岛附近呢 都在这准备登陆呢 准备彭湖拿下了吗 下一步登陆台湾 有一部分可能登陆什么 就往台湾招呼原子弹了 中国被原子弹打了 中国的战术核武器 美军也在台湾登陆 把美军也炸了 所以台湾的周边 基本上全部都被原子弹炸了 所以我不知道 这个事发生到最后 从逻辑上说能不能想得通 美军会为了台湾 与中国发动核战争 这是我现在最大的疑问 美国到现在也不承认 它能为台湾出兵 他现在也不会 也不会承认 甚至也不承认台湾是个国家 那他凭什么出兵 这是我最大疑问 我相信美国实力 他实力够好 但是你这个得给我解释一下 这些专家吧 老给台湾人画大饼 把台湾人整得这个 这个斗志高昂的 但是台湾人想没想到 在你这打 打的是你台湾啊 炸的也是你台湾这个地方 人两个 何大国在你这打 我不知道你这最后打完以后是什么景象 很有趣啊 两到三个航母打击群转往台湾 就能把台湾守住 这个我觉得还是上个世纪的想法 就是现在整个大陆的 对台湾的这个火力的覆盖啊 知道什么叫火力的覆盖吗 不是对对路上 是对天空 你这两到三个航母打击群 这几百架飞机 能不能啊 躲过中国的防空网 而且中国的飞机也不少 这个打起来以后你这两到三个航空母舰能不能有效的对付得了 说白了大陆离台湾太近了 防空那个 也非常容易啊 你那些飞机飞来飞去不在台海上空飞吗 是不是 哎呀 所以我看到最后 我觉得还是忽悠台湾人 现在把这个澎湖拿出来说事了 澎湖现在如21世纪的军事上 澎湖不是问题了 就像刚才说 太多手段了 你军事技术先进的手段太多了 所以可以绕过去一些地区 我不一定非得打你 非得拿下你 让你那些导弹发不出来就完了 导弹发不出来 我就没必要登岛嘛 所以没有必要的时候 给你这耽误一小时两小时 直接登岛了 那澎湖那导弹我就说 跟你发不出来 哎呀 所以他说呀 这个解放军没有时间优势 前提是啥 解放军得去打澎湖 打澎湖了 那么他就没有优势了 如果解放军不打澎湖 不打澎湖从你这路过 你澎湖上的导弹又发不出来 那你那没时间优势了 没时间优势 不也就是这文章不就告诉台湾 清楚的告诉台湾人 武统结束了吗 美国人救不了你了吗 这不多简单一个道理 埃克斯引述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所 叫唐竹安 他说中共面对内外威胁 对台湾发动战争 是能想象的最大风险 但埃克斯强调任何侵略 路径手段 时间优势 不站在中国一边 因此夺取澎湖 是中共实现两岸统一的手段之一 只要守住澎湖 那就能长时间内中断中共的武统野心 其实埃克斯跟台湾人也说的很明白了 大陆只要打澎湖 时间就不在中国这边 在台湾一边 台湾就活了 大陆只要 你记住埃克斯这话 埃克斯你看美国军事战亚这话 什么意思我给你解释 大陆中共的军队打澎湖 台湾活了 台湾一定活 是吧 一定有时间美国来救 但是这一话 这一话在另一方面的意思 只要中共不打澎湖 或者是从澎湖路过 让澎湖对大陆武统的军队没有威胁 路过澎湖 台湾就死了 你死了 延嘱落砍的军事战亚